大家好,我是雷槍 日服最近開始了2023年的214情人節活動了 不知道大家已經看了多少從者贈送的情人節巧克力呢? 有沒有去收這次活動新出的活動卡池呢? 嘿嘿,沒想到我們的春枯系教皇 還真的能夠在這次的情人節活動當中順利實裝啊! 而這部影片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年2023年F9所推出的情人節限定從者 也就是我們的五星LULA女教皇瓊安 那麼在開始我們的影片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這部影片的贊助商吧! 有時候我們在玩一些非本地區域的手機遊戲 各種FPS遊戲或者看動漫新翻的時候 啊,這個時候我們就真的需要一個優秀的VPN 沒錯,ShopShop VPN將會是我們的最佳選擇 除了有30天保證退廢機制 讓我們能夠一鍵跨取輕鬆看翻 和玩一些鎖去的瑟瑟遊戲之外 也能夠幫我們在連線的過程中 阻擋一些追蹤器和惡意軟體 保護個人隱私 同時ShopShop VPN也可以保護你 讓你的信用卡相關資料不會外流 而從這刻開始透過影片下方的連結 數TH LANSA專屬優惠代碼 購買ShopShop VPN的話 除了可以獲得83%17折的折扣優惠之外 還加碼載送三個月的額外使用期限 同時現在還有全新的ShopShop Wants進階版方案 除了有最基本的VPN服務以外 還包含防毒軟件無痕搜索 以及外洩檢測機制等額外安全套裝 有興趣的觀眾 不妨可以考慮升級體驗 那麼介紹完酷的ShopShop VPN之後 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5星露娜 女教皇穹恩 建議提升我方單體藍卡極性度5000% 藍卡暴擊傷害100%3回合 並且賦予自身每回合星星獲得10顆持續3回合 技能二 提升我方全體藍卡性能20%3回合 以及弱體無效狀態一次3回合 以及傷害解美10003回合 並且自衝MP30% 技能三 為我方全體提供MP20% 以及提升攻擊力20%3回合 由於技一技二技三 都含有影響從者性能和功能的泛用效果 所以基本上三個技能最好全部一起練滿 才會有更好的實用體驗 寶具則是藍卡AOE寶具 在她寶具殺害前 會先賦予自身2特攻50%1回合 再對敵全體造成458附帶158人之力特攻的強力攻擊 並且給予敵人強化無效狀態一次3回合 簡單來說 女教皇瓊安就是一個新的藍卡半斧輸出手 技能組基本上主要都是圍繞著藍卡暴擊來進行操作 技一提供藍卡疾心和藍卡暴擊 同時又有3回合的暴擊心持續攻異 而技二有全體藍放加上技三 還會為全體提供3回合的MP回充效果和20%小劍 只要打手是那種主打藍卡暴傷的從者 教皇所提供的效果其實真的算是滿飽滿的 而技二的全體弱體無效和傷害減免 以及寶具提供的強化無效效果 還可以讓他針對敵人的特性來做出對策選擇 再加上自身寶具還會賦予自身1回合50%的惡特攻 以及寶具自帶150%的人之力特攻 在滿足一定的條件情況之下 瓊安教皇甚至可以自己來當連發打手 雖然他第一下的基礎攻擊力會讓他的傷害在沒有針對到敵人特性的情況之下 會稍微不夠 並且較高的技能CD也會妨礙他在高藍關卡的穩定發揮能力 所以相對當打手 我個人會更傾向於當輔助甚至是簡單的藍卡上buff機 同為露勒的阿斯特雷亞以及泳裝衣吹都是不錯的輔助對象 尤其是這位肌肉少女露維亞真的 在能夠輔助他的情況之下 就真的沒有必要自己來當打手 當然如果你想讓教皇當打手的話 張揹對於他這種主打寶具特攻傷害的特性來說 或者已經是最好的禮裝選擇了 總而言說女教皇瓊安算是一個能打能輔能輸出的 藍卡半輔輸出手 作為打手來說有高藍的藍卡爆傷以及雙特攻的寶具效果 但是自身較低的攻擊力和較長的CD 會是他作為打手來說最大的問題 但如果是當輔助的話 三回合5000%的藍卡極星100%的藍卡爆傷 以及回合的星星獲得NP獲得和泛用藍放攻擊力 這些種種的爭議效果 對於藍卡打手 尤其是打藍卡暴擊的打手來說 真的非常吃香 所以如果有幸在這次的卡池當中抽到教皇的話 技能裂滿什麼的一定不虧 加上這次的卡池還有非常非常香的限定禮裝 真的即便我已經沒錢沒石頭了 只要能拿到三顆石頭甚至是一張護符 我也會狠狠的砸進卡池裡面 靠賽抽個教皇或者禮裝 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次的前節卡池當中 抽到最喜歡的從者吧 或者介紹雷槍的DC群組追蹤我的臉書和Twitch直播頻道吧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吧